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有一项特别的习俗 就是在喜获新生儿的每一个家庭都会添购一个传统制作的摇篮 而摇篮将会从上一代沿用至下一代代代代相传 这项传统被视为能够为家族带来好运 这个传统制作的摇篮不仅设计和装饰精致华丽 而且颜色格外鲜明 是每一位乌兹别克斯坦孩童在学会走路前度过时光的地方 精美摇篮的制作过程不仅费时而且还费力 摇篮的底层是用脏幕制成 以确保摇篮不会轻易翻覆 而摇篮上的栏杆和把手则是用柳幕制成 以便容易摇摆 新生儿诞生后 通常由家中的年长妇女安置在摇篮 并向其他的家庭成员示范如何为婴儿拴上安全带 每一个摇篮可以孕育几代乌兹别克斯坦人 有的则是在附近的旧摇篮成长 这项传统被视为能带来好运 因此每一户乌兹别克斯坦家庭 从来都不会将摇篮丢弃 而是将摇篮传到下一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